婆子不迷路 老闆幫你顧 大家好 我是鑽報的雷老闆 欸 今天大盤的量呢 又回到2800億 接近3000億囉 正向的攻擊量啊 同學 等一下還好好的講一下 但今天的重點 到封關前的重點 兩件事來把它好好的搞定 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美超維昨天又領漲囉 所以整個AI股大輪動哦 所以趕快加入雷老闆的Lite 輸入美超維財報 就可以來領取小禮物了 第二個是 今天有一檔重電股再度創高了 封關前要怎麼做呢 然後最後當然是大家最喜歡的 問問題時間嘛 雷老闆一樣會專心的 用心的來幫大家好好的解決問題哦 等一下收看 馬上回來 同學 昨天晚上的美股表現還不錯哦 我們首先要先來看一下什麼呢 最重要的就是呢 納斯達克收漲了1.12%哦 再創今年收盤新高哦 這大部分都是電子股哦 所以今天盤面的電子股 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那還有S&P500也是創了歷史新高 那費半呢 也回到了時日線的反彈 所以昨天美股的表現算都不錯哦 那大家一定很期待今天的台股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昨天美股裡面有一檔 SM 有點忘記了 反正我們講中文好了 SMCI啦 中文就是美超微啦 昨天的美超微呢 其實股價表現還不錯 你看有日報同學自己回去再看一下 再漲4.54%哦 再創歷史新高 所以今天一大早 大家就很期待開盤 期待什麼 期待相關的AI個股啊 但雷老闆是不是已經跟你講過了 從11月那時候課程 12月的課程內容就跟你講什麼 那時候雷老闆跟你說 你不要去期待去年年底的那個財報會講多好 因為那太多人預期了 你要去等待說到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大家都忘記了 要去期待美股 這些AI股的財報講很好的時候 你這時候你再自己進去佈局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 雷老闆會帶我的會員布局一些散熱啊 布局偽創 布局廣達 還有布局台藥哦 所以今天雷老闆的會員裡面 有一些股票漲得還不錯 包括我們的重電股的領頭羊 今天也出去了 後續要怎麼看 我等一下都會跟你講 當然我要先跟你講的是 其實呢 從我雷老闆的課程 11月12月已經跟你預告說 那時候你一定要回來看一下 在1月的時候 SMCEI還有接下來NVIDIA的財報 很快都要公告了哦 那1月31號 明天還有高通的財報哦 那這一些重要的AI股呢 到底他會怎麼樣影響 這個時候沒有人去看的時候才重要 但我跟你講 你現在又有一點來不及了 你看 如果什麼最貴 時間最貴 如果你是會員的話 你早就佈局了 那為什麼有點來不及了 因為 SMCEI已經漲上去了嘛 所以大家會說哦 接下來再期待其他檔了 但是封關已經越來越近了哦 那這樣子 如果大家已經先預期了 股價會不會先漲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好不好 那 加全實質收盤已經創高了 那我們的貴買插鈴門一角啊 那大盤 大家技術線圖有空 大家自己去開來看一下 但是我要跟你講是 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那就是說呢 我們的大盤今天啊 成交值比較大的股票裡面哦 前幾大裡面 只有一檔 一檔是收黑的 我們的誰 我們的護國神山 也就代表說呢 護國神山有人在賣他 今天買的比賣的少嘛 所以呢 有人在賣他 那賣出來的資金呢 沒有跑掉哦 有跑去其他的AI股哦 那這就是雷老闆所樂見的 為什麼 我希望啊 接下來 最好的大盤是呢 橫盤就好了 橫盤呢 才有機會出標股哦 盤整出標股哦 那我們還要再來看一個重點哦 昨天 SMC I的財報重點怎麼說 哇 他完全打敗了市場的預期耶 可是你看哦 今天的廣達 今天的偽創 在台灣有大漲嗎 好像還好耶 同學這就是我第一個要思考的點哦 是我們台灣人 在台股封關前比較保守呢 還是前面已經先漲20%了 那你要先想一下哦 其實偽創哎 那時候雷老闆帶大家90幾進的時候 我們會員在120塊的時候 全部出完一次哦 後續會不會接回來 那只有我的會員才會知道嘛 可是我們120塊出掉的時候 他已經漲了20幾%了 那今天啊 SMCI這個財報重點 雖然說講得這麼好 你等下領取 可以去LINE AT裡面領取哦 他今天雖然講得這麼好 但同學為什麼今天 偽創廣達相對漲得比較少 這就是你要去考慮的 因為那時候 李老闆跟你說什麼 我跟你說 今年AI股會漲 就最近的1月課程 所以LINE AT少起來 可以去報我今年的線上課程 我講得很簡單明瞭 我說今年AI個股一定會輪動 但不會像去年的順序那麼簡單 會從最上游 輪動到最下游 一步一步來 會從創意四星開始輪 我跟你說 今年在輪的時候 各大產業在輪的時候 有時候會怎麼樣 就像一條龍啊 我不是說今年是龍年嗎 龍逆年過後 這一條龍是什麼龍 是木須龍哦 木須龍只能守祖靈哦 他沒有辦法飛上天哦 所以會怎麼樣 今年的盤會很震盪哦 所以全部的AI股 都會很震盪你知道嗎 那大家誰要先輪動 你很難抓 所以雷老闆在自己 再抓起來的時候 我已經也很盡力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有當我的會員 你就知道 我們有時候會抓這一檔 哎賺的 覺得還不夠多 想要再去抓下一檔的時候 他突然他自己已經先漲上去了 漲的速度比我們要抓的時候還快 像散熱 哎我的日報有出道 所以呢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哦 我日報講到 那有日報做到同學 你應該要很開心 我們回來看一下SMCI的財報重點哦 那我再有一個雷老闆的小提醒 你看一下 主要就是他這個財報啊 開出來全部優於市場的預期啊 股價沿著五日線來上工 哇有夠強的 強勢股就是要沿五日線上工嘛 所以他帶動今天台股全部的 波段供應鏈概念股啊 但我要跟你講的是你看哦 今天竟然是2383的台光電 他先漲哦 盤中幾乎要漲停哦 那你就會問雷老闆了 哎那以前我想到AI不是又是廣達 尾創光寶科這一些嗎 我就跟你說 輪動的時候會特別的快 廣達跟 光寶科還有尾創 尤其是 廣達跟尾創這兩檔怎麼樣 他前面已經漲了快兩成了 所以呢 雖然說 美超委 SMCI呢 他一路也五日線上漲 但是在你看到這個重點 在你看到新聞之前 所以你看新聞做股票 已經來不及了 你看到這個之前 其實台灣的AI供應鏈 有好幾支 已經都漲了15到20%了 這就是1月中之後 雷老闆在課程之後 1月底之後 抱歉 那時候為什麼 我一直跟你說 1月21號的課程 Line 8裡面這個課程很重要 那時候我就跟你表達了 選舉也過完了 封關也 也有封關前 然後呢 還有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台積電的法說也講完了 所以在這三大重點之下呢 台積電又跟你指引 AI是一條明路 是他成長最好的地方 所以AI股就開始動了 你根本不必等 美超委的財報 說超乎預期優於預期 你才開始佈局AI 這雷老闆早就跟你講在前面了 好 那我還是要跟你講一下 接下來呢 他的財報預測怎麼樣 來 所以你今天領 雷老闆的Line 8裡面 你要來領取的就是這個 他的財報年跟我們不一樣 他的季度跟我們稍微有點不一樣 但是你不用care 反正呢 你只要記得左邊這一行 就是接下來1月到3月 他的預測值 到時候出來這個數字呢 目前已經都出乎市場的預期了 他有點淡季不淡了 所以同學 今年的AI股會非常非常的怎麼樣 熱情激烈啊 現在才第一季而已啊 但是呢 漲過頭又會回來休息啊 為什麼 因為基本面的出貨量 還不會跟那麼快 但題材面跟預告面都已經講了 又跟你說淡季不淡 所以呢 雖然說出的沒有那麼快 但是呢 周有在出 這樣子代表什麼 代表大家樂觀的期望 會越來越往上修哦 所以你要注意哦 從現在開始 我 你先記住我講的 從現在第一季開始 SMCI開出一個 超乎市場的預期財測之後 接下來又要回到 跟去年5月開始一樣了 你接下來的財測 不管是NVIDIA還是誰 大家對你的預期 你出來的數字 只能高於這個預期 你只要跟這個數字一樣 就算小列於預期哦 你要知道哦 接下來NVIDIA 還是各個AI相關的股票 只要市場上出來 你不是優於預期的話 我跟你講 股價就會跌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為什麼 因為美超 我已經走在前面給你看了 現在大家對AI又信心滿滿了 但是在 大家對AI信心滿滿的狀況之下 我們前面會員已經 偽創已經先獲劣20%走一次了 好不好 那換去哪裡 等一下後面會跟大家講 那最重要的是 好同學 SMCI這個Lite 你領回去自己看 等到他出來 需要雷老闆講給你聽的時候 我就會再把他拿出來 你先領回去自己看 加入Lite Lite輸入美超委財報 我要跟你講的是今天 這個相關的供應鏈 因為美超委號稱美國偽創 那大家都會覺得 偽創應該今天要漲很多 結果今天怎麼是台光電 台藥 還有一些散熱的在漲 那就我跟你講的嘛 就我1月開始 雷老闆的日報出的都是 AI相關的供應鏈 而且我都往中游的零組件開始出 還有下游的組裝廠 偽創這一種的 廣達這種的 好 那美超委他公布了第一季的財報之後 新聞就做了一個很大的標題嘛 可是你看今天上面這些 包括人保他也沒有長得很兇 所以現在重點是 AI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你新聞每天都會寫 大家也都知道了 重點是我這兩天要做誰 我下個禮拜要做誰 這是最難的 所以同學 會員我們好好跟著好不好 為什麼 我們最近有一些股票 像等一下講到台藥 我們又低接到了 那如果再噴出去 我們要怎麼做 同學 區間操作 那操作要區間要操作的好 才有辦法每檔股票的漲幅 有15到20% 那偽創你如果當初出漲在120 最近你怎麼跌 到今天為止 你接回來你都是賺的 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台藥呢 盤中漲得不錯 11月21號的時候 我就做了這個族群 那今天還有長什麼 所以有日報同學 你有訂雷老闆日報同學 light有四月版 你們趕快去看一下 11月6號 雙紅散熱 11月13號 旗紅散熱 這個都有做很好的產業介紹了 甚至從1月開始 剛剛你看的是個股 我的日報裡面還有產業介紹 從1月開始 1月上旬開始 雷老闆就一直在寫 AI的產業 供應鏈要輪動了 包括1月21號的課程 我也是一直這樣子跟你講 所以課程可以複習的朋友 你要不要趕快回去複習 去複習一下 雷老闆當初怎麼做的 但是我已經跟你講了 今年的AI輪動 跟去年會非常的不一樣 難度也會加高 所以這個時候雷顧問 才需要帶著你們做 但日報同學 我只能點到這麼多 我已經盡量把1月我認為 長得還不錯的 AI概念股 我都分享給你們了 好 所以台耀今天怎麼樣 同學台耀我們今天呢 我們進場的時候 我們是分批買進135塊附近 跟129到130附近 所以我們是有低掛的 你那時候如果用追的 你就會套在最高點 好 那今天呢 今天回來已經你看 今天最高價已經到多少 今天最高價已經到136塊附近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會不會繼續低掛 我們低掛了1月25 那時候已經成交了 1月129到130 那我出場了沒 同學我還沒有出場 但我今天特別破例 我把停損點位給你看一下 那你可以去模仿一下 雷老闆抓停損點位好不好 那如果你每天覺得抓 進出場點位很累 那我勸你 你還是來試試看我的會員吧 那為什麼我的會員 我都會帶他們要低接 啊有時候要試價買 到底這個的過程是怎麼樣 那就是你前一晚要盯著美股啊 你要了解大盤啊 那我是不是跟你說 大盤越接近3000億的量越好 所以台耀我們有低接成功哦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比較重要的 還有哎我最近 我昨天有秀給你們看嘛 我記得我昨天有秀給你們看哦 我說有兩檔做法不同 啊因為剛好有人問到 我就秀給你們看 像一檔是台耀 我那時候就跟你說 我覺得他技術線型不錯 所以我秀給你們看 那有一檔呢 我覺得要區間操作了 就是我們的誰 我們的高計哦 所以同學我們高計也有低接到哦 好你看哦 高計現在它是一個底部區間的整理哦 那你要怎麼低接 對所以我們的會員 我們是低接都有低接到 我們最低還接在這個 相對區間的最低點 這幾天的最低點哦 但是呢你來看羅盤這一邊 相對來講 他的點線面就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呢 為什麼你老闆這裡敢接 但是我在這裡敢操作 我就要跟你講 這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是區間震盪盤啊 很多股票你要火中取力啊 真的我沒有騙你 所以呢一定要雷顧好好的帶你哦 不然你不要隨便去接這種股票好不好 我是有算過賺賠比的 OK 那我們今天還有一檔很重要的 還有一檔很重要的是誰 我們的重電四雄裡面的領頭羊 華城哦 華城我當初在350幾 360那裡賣掉一次之後 我們那時候最早是買280 我們賣掉之後呢 我們最近看四頭回來 我們把它截回來了哦 所以呢 短線上來講 從我們進場372開始 哎這一檔我的停損點外就不能給你看了 那這個重電的領頭羊呢 我們部位成本372 我今天是跟大家說續報哦 昨天也是 那今天一口氣又漲了快5% 所以呢 整個從我們372到現在呢 其實漲幅已經又大約有15%左右了 所以同學 你說重電不好賺 但是呢 領頭羊哎我商務艙的同學 我們現在呢 從我們進場到現在 還是有看到15%的漲幅啊 那很多人就問我說 那其他的重電股怎麼辦 雷老闆 好同學 我跟你說不用太擔心 因為今天 市場上的重點 去MCEI是正常的 去到AI概念股是正常的 可是你反而要回過來想說 那資金竟然從台積電出來之後 流入到了AI流入到了散熱 有沒有散熱我日報也出完好多天 流入到了散熱流入到了AI 偉創啊廣達這一些股票 那為什麼 還會今天流入到了一檔 華城呢 華城今天的成交值 也是在排行前幾名的哦 代表重電的這檔股票 今天很多人也在關注哦 所以我理所當然的要想到 假設接下來資金又要平滑 因為現在是震盪盤嘛 你股票只要漲個數20% 棒打出頭 鳥嘛對不對 就會被賣下來啊 像偽創那時候我們進場之後 漲了20% 他又從120 121附近又跌回到了113嘛 所以呢你最近很多主力實戶 投信他覺得說法人 他覺得短線上 如果一個禮拜以內有20%就不錯啦 那接下來你就要想哦 如果這些AI的資金在年前啊 又漲了15 20% 他用意 出來 他不想要怎麼樣 有人昨天問我的 我要不要報股過年 大部分的法人是會報 六七成以上的股票過年的 通常都是報八成以上過年的 那他如果覺得短線漲幅太多股票 他會必去低基期啊 那今天重店他已經先擋一擋給你看了 那你明天你要關注的是什麼 華盛今天都帶動了 明天如果資金AI部分有獲利了結抽離 如果沒有再留回台積電 那是不是應該要留一些回傳產 所以明天有一些錢 如果留到傳產 哪一些傳產受到青睞 我跟你講 那就是年後 可能會輪動的股票 好不好 所以很多同學來跟我講說 那今天怎麼重店只有漲 華盛 啊 市電啊 中興電亞利倒是沒有什麼漲 或者是小跌 我要跟你講的是 今天的資金才2800億 扣掉台積電雖然是跌的 那台積電的成交只還是在前面 那剩下來 能留出來的資金少資又少啊 那這些資金他已經跑去拱AI了 多幫你拱一檔滑成已經不錯了 所以呢 個股輪動要健康就是要等 再有一波的獲利了結 又往其他更低基期的地方 所以同學 我那時候已經帶著你算出重店股 大家大概 10戶的成本在哪裡了 包括有來上我課程 所以沒有沒有知道他成本在哪裡的 來上我LINE8的課程 好不好 我這也就不講了 那你可以看啊 1503 1513 為什麼 他那個成本都不太會跌破 然後一直在那個成本之上 起起除除 因為他要等的就是資金輪動進來 大家一起來進攻 本來就蹲在裡面穩定的籌碼 如果資金跟著一進來 會更有信心 大家會一起來進攻 所以同學你現在懂了 為什麼今天華城 一樣身為領頭羊 他一定要先漲 因為如果今天漲了 明天其他隻又漲 那你就不用擔心華城了 為什麼 因為族群性有起來 就像1月中之後 偽創廣達漲了 你就不用擔心啊 像什麼台光電啊 像什麼台藥啊 漲了之後又回漲之後 會不會完全 不再反彈 不會的 為什麼 因為族群性 已經出來了 雷老闆買股票 一直很注重族群性三個字 因為當我今天連漲之後 我休息了 我的同伴們還在漲 等到我休息個一兩天 又可以把資金換位到我這裡漲 因為為什麼 區間震盪盤的時候族群性 會怎麼樣 會幫你守好下檔空間啊 所以同學 你應該來上一下 雷老闆的課好不好 好 接下來是最開心的時間了 因為你們要問雷老闆說 可不可以幫我解答一些問題 所以雷老闆必須來 來給你看一下哦 今天成交是2872.68億哦 同學 那這個量呢 我覺得還稍嫌不足一點點 我希望他有3000億的量 好 那大盤上漲的就是美超為這些股票了 我就不太提了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比較有趣的問題 呃 第一個人問題是說 問我3189的景碩怎麼看 這個是老同學了 沒關係 我一樣幫你看一下哦 因為這檔我最近也有在看 那還有凱瑟琳他問我雷老闆 之前台積電法說說車用電子 未來再觀察 請問特斯拉的財報也會影響到車用電子 這塊嗎 相關嗎 好凱瑟琳這個很可愛哦 這個問題12月09 這一定是12月生日的 好 我要跟你講的是哦 會不會影響到車用電子這一塊 肯定是會的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特斯拉他其實大家市場上給他的評價 是科技股哦 大家目前還不太看他是傳統的汽車產業哦 是汽車科技股哦 如果你今天把它看成傳統汽車產業 那他本益比會修很多 那他今天這個財報出的比較不好的時候 預估他今年跟明年 就跟今年跟去年的特斯拉車子會銷售差不多的時候 這對市場上來講是一個信心的小打擊哦 所以呢 大家就會覺得說哇 車用電子不會成長那麼快 所以呢 會影響到了好不好 所以特斯拉絕對是使用車用電子最多的汽車行業 這一點你要老自己心中就好了 會有相關的 所以凱瑟琳問這個問題還不錯 好接下來呢 想請問帥報的雷老闆 哇我好像女粉絲越來越多 3-1不是3-9是3-1-8-9的景碩 好這一段呢 比較長一點 李老闆來念給你聽 景碩呢 我看線型啊 哎呀 今天你看到一個上影線 你會很害怕 但是呢 他打到這個上影線也是應該的 你看哦 來神之手幫我照近一點 我這裡是被我的游標擋住哦 但是我游標拉開之後 還是一樣是一個上影線 那短線上呢 其實他股票的機器已經相當低了 我換給大家看 對不對 他最低點的時候 約莫在91塊92塊附近 目前的股價大概是在多少 目前股價大概在100塊附近101哦 所以你底部大概是10% 哎 熟悉的聲音 賺爆三刀流 這也就是雷老闆為什麼要看他 因為 你現在要看的就是過去很重要的 電子零組件概念股 因為未來他們一定會跟AI有相關 所以最近散熱漲了 最近組裝廠的偽創廣達也漲了 最近CCL的台光電台藥也都漲了 那會不會有機會輪迴到PCB的載板 因為剛剛漲的台光電這一些就是PCB的上游啊 載板的上游啊 會不會 所以你應該要回來看 所以這個 被提著包包兩個女生的這個老粉 CG6Y你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 雷老闆最近也在看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短線上來講技術指標還不錯 雖然說有一些糾結 但是呢 長期來講至少他基期是低的 所以呢 技術線型來看我覺得還不錯 第二個就是你要等他 基本面回來 那基本面最近有沒有人開始修了 有的今天外資有給他出一篇 但是並沒有大幅上升他的目標價 他只是有幫他平反說 他第四季的獲利優於預期 但是呢 雷老闆幫你看過這篇外資報告了 重點是這個優於預期呢 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他子公司的緊縮 這個獲利有回來 所以你要 了解他獲利 組成的原因知道嗎 那這個美系券商他當然有稍微上秀一下 他 金銘兩年的EPS啦 那你如果市場上有你可以去找一下 那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你要把這邊就大致講一下 大概就是 市場上評估大概6塊 明年11.4塊這樣 那會給你大概 這種以前我們在看這個本益比 大概都是12倍左右 那12倍其實沒有很高 隨便一個AI的題材加進來 就有機會變12到15倍了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券商會認為什麼 券商會認為說呢 因為 雖然說他第四季的表現不錯 但是很多是來自於金碩嘛 那接下來要看的就是說 本業的成長 本業就是他的ABF載板跟BT載板 那今年怎麼看 今年呢 上半年來講呢 還是會看得比較普通一點 因為之前他們擴廠這幾家 景碩嘛 ABF三雄還記得嗎 哪三家 南電景碩 Monkey啊 星星啊 南電景碩星星啊 他們那時候有一段時間都在互相擴廠有沒有 所以呢 接下來 哎 市場上過了2020年 2021年 又有點功過於求了 所以呢 他們現在又在消化庫存 但是這些公司到今年下半年的時候 又我覺得 也順次不用到下半年 因為下半年可能是他們基本面好 可是上半年股價可能就要先動 為什麼 因為到時候你用到AI手機 AIPC這些最高階的東西 AI伺服器的時候 你又要回來跟他們要ABF載板 還有BT版的 都是要這些東西的 台灣就這三家做得最好 所以到時候又會再輪動回來 所以我跟你講 今年就是AI的輪動 好 那另外一家美系的券商呢 他就抱持比較中性的態度啦 他認為呢 該產業啊 就是剛剛擴產太多 所以他的報價呢 持續還是會受到壓力 但沒有關係 股價一定會在他的報價呢 反彈之前就已經先漲了 因為市場上的春宴會先到 好不好 那這一些就大致上目前的問題 那有一個問題是昨天 有一個小貓咪的圖問我的 叫BO 他說老闆啊 過年資金水位大概要調控多少 會比較安心 為什麼族群為族 好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法人們他在報股過年 他不可能臨持股的 因為如果真的 過年這一段期間 我知道你擔心變盤啦 但是呢 228也會變盤啦 對不對 只要我們放假 國外有開盤 你都認為會變盤 那228會變盤啊 七明節會變盤啊 端午節 中秋節 中元節 哎 哎 中元節有放假嗎 好像沒有 勞動節 好 我故意的 那聖誕節會不會變盤 啊 聖誕節換成他們放 啊 所以美國人也會擔心我們變盤嘛 所以呢 我要跟你講的是呢 你只要控制好你的資金水位 如果你比較保守 你又怕說你過年晚回來 真的美股大漲了 你跟不上 我跟你講 你手上大概就約莫持有六成的資金 五成到六成 你把這五成到六成的資金大概分成八到十檔 除非在我們過年的這一段期間有打仗 有恐怖攻擊事件 而且在重要的金融市場 不然不太可能台股今天一收官回來 我們全部的股票都要跌停吧 或者是說剛好你手上的六支股票 或者七支股票都要跌停吧 你沒那麼衰吧 所以呢 如果你放了六成的資金 你假設你是一百萬 那你過完一個年 就算你股票全部跌停好了 而且你開盤都還有機會出的話 你最多就是賠五萬塊左右 那這個風險你就可以扛住可以控制的吧 除非我們就很衰 我們六十萬投進去 結果遇到了一開盤是無量跌停 那你的六十萬可能真的會損失二十萬三十萬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沒有叫你all in 我給保守的你一個建議 就是你還有四成的現金在手上 那如果你今天比較積極的話 你就大概放個七成的資金到八成的資金 那年後回來你最衰的狀況 你賣不掉的狀況 就是會賠七萬塊到十萬塊 正常的狀況就算每股大跌 你頂多也是賠五萬塊到六萬塊之間 好不好 所以你從一百萬的角度去看 你就不用這麼慌張了 這就是我常常在交給你的 股市贏的都是心態 會在賺錢 會在股市裡面賺錢的 都是EQ不是IQ 因為蕾老闆在交股票介紹給你的時候 都是邏輯 邏輯怎麼來 天天操練 還有上蕾老闆LINE AT的課程 現場課程報起來 有興趣的會員報起來 日報買起來 天天操練 好不好 今天節目到這邊 喜歡我的朋友 要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 投資不迷路 老闆幫你顧 我是戰報的蕾老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